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满足境外投资者对我国金融市场不断扩大的投资需求 吸引全球长期资本进入我国金融市场 近年以来 国家外货管理局共批准13家QF的投资额度共计47.4亿美元 超过了2018年全年批准的总额度 共批准了12家RQF投资额度共计240亿美元 超过了2018年全年批准总额度的一半 来自上交所的消息 自今日起暂停5月到期的上证50ETF认购期权合约开仓 被对开仓除外 该比例下降至70%以下之后 4亿交易日起可以开始买入开仓和卖出开仓 限制开仓期间 投资者仍然可以对该合约进行平仓交易 上交所昨日受理北京中国电器8亿时空两家企业科创版上市申请 至此科创版受理企业总数达到了100家 5月6号A股重挫 北向资金全天共计净流出56.24亿元 其中护股通净流出34.25亿元 深股通净流出21.99亿元 未贯车落实国务院常务会议的要求 建立对中小银行实行较低存款准备金率的政策框架 促进降低小微企业融资成本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上午发布公告 决定从2019年5月15号开始 对聚焦当地服务限域的中小银行 实行较低的优惠存款准备金率 央行此次降准的中小银行 需要满足以下条件 仅在本县级行政区域内经营 或在其他县级行政区域 设有分支机构 但资产规模小于100亿元的农村商业银行 这类银行将执行与农村信用社 相同档次的8%的存款准备金率 降准起来 我行的存款准备金率率为11% 降准之后来 我行的程规准备金率是降到8% 预计能够释放10.5亿的资金 新释放的资金 我们将主要投向小微业区的路约企业 科创型企业 智能笨业 制造业等等 据央行估算 目前约有1000家现役农商行可以享受该项优惠政策 此次释放的长期资金约为2800亿元 将全部用于发放民营和小微企业贷款 年初的那次全面降准 大概因为是一个百分点分两次降 大概可以释放4500亿到8000亿 底加上这次的2800亿 所以我们看到对实际经济的资金的注入力量还是非常大的 昨天这个消息之后 大家都非常关注这次定向降准是不是在市场的预期之内 同时又向市场传递了一个什么样的信号 杰明你的解读呢 好的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看到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我们称之为是叫做它的一个精准性 更多的话是在于金融向现在的一个中小微企业当中 来做一个倾斜 这个角度当中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关注到在我们的一个金融系统当中 我们那个框架 比如说大型银行 往往的话都会给一些大型的企业来做一个投放 自己的一个金融的一个资金 比如说我们政策性银行的话 那更多的是站在一个国际名声的 但是我们要看到我们的无论是针对于我们的民营企业 还是针对我们的一个中小微企业 它的一个金融的一个服务的话 相对来说还有一个薄弱的一个短板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次的一个定向降准的过程当中 应该是把这个短板进一步的来做一个夯实 第二个我们看到它有一个时间节点 不是说是5月15号一次性的来做一个投放 我们看到5月15号 6月17号和7月15号 分三个皮子来做一个那个下降 那由此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注入资金 而是说我是通过一段时间当中 来做一个缓流的一个突破点 那针对我们未来的一段时间当中 这些中小微企业 特别是民营企业这一块 可能在金融资源当中 会得到更多的一个资金的支持 我们在实地走访的过程当中也会发现 比如说我们在最近的一段时间 无论是针对于科技 还是针对于农业领域当中 你要问一些大型银行当中去要做一个放贷的话 无论是在一个审批流程 还是时间性当中的话 可能会拉的比较长 目前为止 如果是通过一个限于当中的银行 来做一个投放 有可能效果来得更明显一些 好 谢谢建明 那昨天呢 A股市场是遭遇了重挫 上千只个股跌停 究竟是跌出了机会 还是浇灭了人气 就这个问题 我们来问一下我们小金 早上好 小金 主持人好 好 你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 你怎么看待昨天市场出现的大幅调整 小金通过数据统计发现 昨日三大股指权线大幅下跌 创下自2016年初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跌停个股超过一千只 从资金流向来看 昨日两市主力资金净流出576.79亿元 北向资金净流出56.24亿元 此外 养融资金上周五大幅减少124亿元 显示各路资金短期处于全线流出的状态 小金认为市场连续大幅回调 特别是昨日不止跌破前期3000点的平台 对市场人气影响较大 短期来看 在连续调整之后 可能存在一定的技术性转弹机会 但在外部环境没有明朗之前 不建议盲目抄底 不过下跌也同样给基优股创造了 良好的上车机会 价值投资者可逢第一分批布局这些股票 小金回答完毕 好的 谢谢小金 刚才小金也谈到了千金难买牛回头 但是这一次的市场仅仅用八个交易日 就把前面四个月一半的涨幅给跌掉了 建民刚才也讨论了说 现在货币政策上面 其实从整体的流动性情况上来看 并不像前期大家担心的那么悲观 而且还有进一步释放流动性的这种可能性 那你到底怎么看待这次下跌 你认为是上车去参与的机会 还是说还是要选择规避风险 好的 我觉得有可能在接下去的过程当中 更多的应该是关注一个 特别是站在中期 关注的是一个结构性的机会 我认为系统性的一个机会的话 特别是在中短期当中相对比较的少 这里面其实我们分两个逻辑来做一个展开 第一个我们要看到我们A股市场当中 整体的一个状况 我们在节线的时候聊到过 我们3600多家上市公司当中 现在的平均适应率 已经是又回到了40倍这样的位置 如果是说到一个低估的话 其实基本上目前为止 把低估的股票全都已经 打到了一个合理的一个位置 那接下去的话 有可能要去关注到 有一个核心指标了 比如说我们看到 恒生AH股溢价指数 之前的话一度在节前是到了128 我们过去从2014年有了护港通 开始了有那个真正的落地以后 一般性就是在110到130之间波动 我们看到昨天又回到了122 那由此的话会告诉我们 之前的话有点超高了 整体超高 现在的话回到一个正常水位 第二个我认为的话 有一个关键点 是昨天有一个情绪化的 一次性的一个宣泄了 我们看到在4月30号 把所有的年报打开来之后 还有几十家公司 居然它在审计报告当中 给出的是叫做无法表示意见 有部分的公司的话 它有可能财务数据当中 的确存在一个严重的一个瑕疵 那对于我们A股市场当中 特别是投资的情绪 会有一次性的一个宣泄 原来的话会出现一些 业绩地雷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觉得这两方面的一个推动 导致昨天是一个情绪化的因素 占据了主导 来重复一下我们今天 和大家互动的话题 就是千古接停 大家究竟认为是过动恐慌呢 还是上车的机会 看大家的观点 那么首先是来自于一位 叫做云水缠星的网友 他说这是市场的正常下跌 也是市场的规律 顺其自然就好了 大家不用过度恐慌 网友敬意说 基本面还是稳定地调整一下 会更利于上涨 另外还有一个叫五的网友 他说看好长期就行了 对短期的波动大家不必过度的恐慌 怎么看网友的观点 好的 我觉得那个应该是 氛围有两个部分 有的网友的话 那个相对那个比较偏向于乐观一些 认为的话这是一个上市的机会 我认为的话那个应该是要关注到 有部分的个股 应该是要把它是作为一个 一分为二对待 毕竟我们现在整个市场当中 应该是非常大了 我们称之为林子大了 里面有部分的应该是好的东西 有部分的话是一个陷阱 比如说我们看到 在过去的这19年当中 贵州茅台涨了20倍 每一次回调你都是买入的一个机会 但是我们要关注到 这样的企业成长性的企业 相对比较的少 如果我们在A股市场当中 更多地去向这些高成长性的标的 当中去做一个寻找 那的确就跟刚刚这位网友所说的一样 每一次的一个调整都是一个记录的机会 但是针对于大多数我们称之为 都是波动性的机会 那我们看到在近期 有可能是中短期里面 一次性的有可能情绪释放之后 可能会有所反弹的一个修复的过程 但是如果是放在一个中期 更多的还是要观察 整个市场当中 目前为止那个下一步的一个动向 起码会告诉我们 中期现在目前为止 处于一个震荡的过程当中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 今天的言报热度榜 了解机构对A股下一步行情的看法 中国银河证券认为 受到多重负面因素的影响 短期市场或将保持区间震荡 在当前的时点需要时间 消化业绩不及时预期等因素 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中长期看好A股市场 关注有业绩支撑的白马龙头公司 以及受科创板带动的科技成长公司 海虫证券认为 等期而言 阶段性的调整尚未结束 拉长时间来看 上证宗旨2440点以来 牛市的长期逻辑没有变 未来A股修整结束 进入第二波上涨 需要基本面的配合 要坚定信心 保持耐心 方正正确认为 短期来看 外部环境的变化 加速了调整的节奏 空房的力量得到了有效的宣泄 短线大盘出现反弹的概率偏大 中期来看 二季度国内经济数据 仍然有波动的可能 且全球股指处于高位 调整预期较为强烈 这些不确定因素 都将扰动市场 观望等待 是目前较为稳妥的策略 来关注数字中国建设的新进展 第二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 昨天在福州召开 本次峰会的主题是 以信息化培育新动能 用新动能推动新发展 以新发展创造新辉煌 下面我们就到会场去看一看 根据峰会上 国家网信办发布的 数字中国建设发展报告2018年 截至2018年底 我国网民的规模8.29亿 互联网的普及率达到了59.6% 较去年提升3.8个百分点 同时 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 2018年的数字经济规模 已达到31.3万亿 占GDP的比重达到了34.8% 我认为移动互联网在中国普及和创新应用 已经为中国服务业制造业 乃至农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 争取到了部分的优势 中国门类齐全 总类丰富的传统产业体系 是最有优势借助数字化技术 率先打通从消费到生产的智慧连接 打造多样性个性化高品质的国货 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几年我在很多地方都讲 互联网只是前菜 人工智能才是主菜 为什么这样讲 互联网讲求的是快 快速迭代 所以是前菜上菜的速度很快 但是对于技术的要求和挑战 并没有那么大 而人工智能是数据算法和算力 三位一体协同发展 显现出来的就相对慢一些 就像一道小火慢炖的主菜 需要更多的耐心 更长时间的投入 但是营养价值也会更高 据了解 本次峰会共征集梳理出 数字经济对接项目 共计498个 总投资4075亿元 就是把火已经烧起来了 全国这个欣欣向荣的 数字中国建设 数字经济发展这么一个态势 我们很多行业一定会在这一波革命中间 被淘汰出历史舞台的 但是更多的行业 它要通过和信息技术的深度的融合 而完成它的一次 疯狂涅槃 欲火重生 全国从中央到地方 陆续出台了 不完全统计 有160多份 关于推动大数据发展的政策法规 全国文件 而且全国有20多个地方 成立了省级的这种大数据的管理机构 从这个层面上看 我们的这个大数据的顶层实际 可以设计在日间的完善 好的 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欢迎您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和我们做互动 发表您的观点 稍后我们共同来关注 股东来了投资者权益知识竞赛的最新消息 由中正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财经频道 联合主办的股东来了 2019投资者权益知识竞赛活动 昨天下午拉开了帷幕 来看报道 欢迎大家准时来到我们央视财经 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网络直播 5月6号下午3点30分 股东来了2019正式启动 主持人和广大网友 一起试完网络赛答题环节 初步了解了大赛的规则和赛程 今年的知识竞赛分为网络出赛 分区复赛决赛三个阶段 出赛采取网络答题形式 按排名规则一定比例 选出复赛选手进入分区复赛 分区复赛将在合肥 辽宁 上海 江西 山东 湖南 六大赛区展开比拼 最终每个赛区选出五名队员 组成赛区战队挺进决赛 决赛将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举行 决出最终冠军 决赛实况将在央视财经频道播出 在启动仪式的同时 各赛区也同步开展了 丰富多样又各具特色的活动 吸引了大批投资者参与本次活动 五大赛区我们准备好了 想参赛的投资者 可在五月六号至六月十五号期间 通过央视财经APP 中国投资者网 投福中心公众号 央视交易时间微信公众号 注册报名 在定着网络H5页面上答题 参与网络出赛 股东来了 2019投资者权益知识竞赛的网络出赛 目前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 每天您都可以通过 投福中心微信公众号 中国投资者网 央视交易时间的微信公众号 央视财经APP的客户端 参加答题竞赛 优胜者将会有机会进入到地区的负财 并且有机会参加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财经频道举行的决赛 赢取终极大奖 在网络出赛的阶段 我们是设置了百万奖金及精美的奖品 为了帮助您更好的通关 增加拿大奖的机会 每天的节目当中 我们的机器人小金 都会给您透露一道题 而且给出标准答案 这可是一道送分题 那您要做的呢 就是盯紧我们的直播 或者上网回看直播 好 现在我们就来问一问 今天小金带来的是什么题 你好 小金 主持人好 那今天你要给我们大家 透露一道什么题 好的 请听题 传播虚假信息影响证券 发行交易的 属于什么行为 A 内幕交易 B 操纵市场 C 虚假陈述 B 欺诈客户 对您五秒钟思考 5 4 3 2 1 当当当当当 正确答案是 C 虚假陈述 记住了吗 祝您顺利通关 拿大奖哦 好的 谢谢小金 那下面呢 我们的目光要转向海外了 来扫描今天的外盘风云榜 周一美国三大股指大幅低开 盘中震荡回升 最终小幅收跌 跌幅均在1%以内 欧洲股市方面呢 周一英国股市修市 法国 德国等主要的股市 出现了下跌 国际油价和金价 在周一均出现了小幅上涨 周一美国三大股指大幅低开 盘中震荡回升 最终跌幅收窄 详细的情况呢 我们来听一听路透社张雨昊的报道 今天华尔街风云榜 我们首先来关注美股大盘的走势 美股在周一低开收盘的时候 道琼斯工业指数 标准普尔500指数 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 是全部的低收 那么跌幅呢 是分别达到了0.25% 0.45%和0.50% 那么在贸易方面的不确定性呢 是在周一拖累了大盘 再次引发了市场 对于全球经济放缓的担忧 那么周一啊 除了医疗板块 其他板块呢 是全部的收跌 在经济数据方面 美国劳工部呢 在上周五公布了 四月非农就业数据 增加了26.3万个岗位 同时呢 失业率降至49年以来 最低的3.6% 好的数据啊 表明美国经济活动 依然稳定有力 但劳动力市场略显疲软 再来关注各股方面的消息 首先是波音公司 那么是在周日发表了声明 承认17年就发现了 737 MAX飞机上的 警报功能有问题 而在一年多之后呢 公司才将该信息告知 美国航空管理局 而这也是导致 失航和哀航空难的重要原因 波音股价呢 是在周一收跌了1.29% 再来关注一下摩根士丹利 那么公司呢 是在目前计划向俄罗斯央行 递交正式声明 将取消啊 公司在俄罗斯的银行业务 主要原因呢 是来自美国与欧盟的制裁 使得俄在俄业务 很难对接国际资本市场 公司股价呢 是在周一下跌了0.75% 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油价 那么油价呢 是在周一小幅回升 6月交割的美国 轻制原油WTI 收盘在每桶62.25美元 目前呢 原油供需两端出现了隐患 伊朗的原油出口呢 遭到打击 但美国和俄罗斯 都有增产的趋势 在需求端 全球制造业出现疲软 预计对国际原油的需求量 将减少 那么这些消息呢 是使得油价出现了 连续两周的下滑 路透社张雨昊 纳斯达克报道 以下的时间 我们再来关注 上市公司的重要公告 扫描今天的公司排行榜 万科A发布公告 今年1到4月份 公司累计实现了 合同销售面积 1294.8万平方米 合同销售金额 2096.1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约7% 伊立股份发布公告 公司昨天 以集中净价交易的方式 实施了首次回购股份 回购的数量为154.67万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0.0254 以支付的总金额 为4600.46万元 三一中工发布公告 公司 以自有资金回购股份 回购金额 不低于8亿元 且不超过10亿元 以推进公司股价 与内在价值相匹配 回购的价格 不超过14元每股 回购期限 为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回购股份预案之日起 不超过三个月 好 下面来进入今天的游戏抢答环节 一级报的披露已经收关了 有不少重要的数据 要提醒您留意 那我们推出的游奖抢答 将会围绕财报来出题 请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关注交易时间的公众号 进入互动专区 留下您的答案 回答正确的朋友 将会有机会获得小金 送上的神秘大礼 那昨天我们的题目是 2019年一级报当中 基金持仓市值最高的是哪家公司 正确答案是A 中国平安 答对并中奖的幸运观众 网名叫做云深不知处 恭喜您 那请您在后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 小金喜将会马上送答 下面就有请我们的小金 来继续给大家出题 你好 小金 主持人好 那今天题目是什么 请听好 A股上市公司中 一季度营业收入最高的公司 是哪一家 两个选项 A 中国石油 B 中国石化 赶快抢答 小金的神秘礼物 等你来哟 好的 谢谢小金 那这里面呢 要给您一个重要的提示 小金在这道题目里面的答案呢 实际上已经给出了 那么 藏在今天早晨 微信公众号推送的 投资早餐里 请您赶快扫描二维码 关注交易时间 在今天的投资早餐当中呢 抢到正确答案 我们将会在明天公布幸运观众 神秘大理马上送出 另外要提醒投资者的是 今天还有一只新股可以做申购 它是你在深交所创业版上市的第二激光 申购代码为300776 申购价格为每股是7.71元 好 股市马上要开盘了 进入到股市气象战 看看大数据对今天市场人气的判断 我们的问卷显示呢 37%的投资者认为 今天股市可能会上涨 看跌投资者的比例是45% 在持仓意愿方面呢 55%的投资者选择持仓不动 选择增仓的投资者比例是20% 机构投票的数据看呢 34%的分析师认为 今天市场可能会上涨 51%的分析师认为市场可能会下跌 下面我们再来听几位业内人士 对行情趋势和热点的判断 那昨天的市场下跌 的确有消息面因素的这种影响 但是A股市场自身 从4月中旬以来所出现的这种 弱势调整的格局 才是市场持续下跌的一个内在的因素 所以说消息面因素 只是起到了一个加速的作用 但并没有改变市场整体内在的 这种运行的趋势 那么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我们依然认为市场是处于 上涨趋势当中的阶段性调整阶段 那么也就是说 今年以来的上涨 已经可以确认的是 原有的熊市已经被逆转了 目前市场是在上涨趋势当中 并且支撑整轮上涨趋势的基础条件 并没有发生改变 所以说在阶段性的调整结束之后 我们认为市场从中长期来看 依然能够延续上涨趋势 受消息面的影响 五月行情首战失利 由于市场避险情绪的升温 短线股指或将继续震荡 从技术形态上来看 大盘已经是跌破了箱体的下沿 对于空房来讲 会有回补前期跳空缺口的意愿 不过由于市场的情绪 是在不断波动的 五月大盘先易后扬的概率比较大 二浪回调当中 应该是存在技术买点的 大盘中期上行的趋势没有改变 但是短期之内 我们要谨慎个股的风险 多关注消息层面的变化 我们发现海外流入资金节奏 短期相对放缓 但这并不影响 长期配置中国核心资产的投资理念 展望未来 我们认为 继续立足长线 精选 保险银行 性价比等较高的 中国核心资产标的 是对于短期如果市场调整中分 则不失为一种布局良机的良好策略 9点29分 我们来看互神两市的开盘情况 目前央视财经50指数的点位 在6540.90点上涨26.01点 涨0.39% 上证指数2914.29点上涨7.82点 涨0.26% 生成指9011.51点上涨67.99点 涨0.76% 创业版指1506.97点上涨12.08点 涨0.8% 中小版指5630.35点 上涨25.07点涨0.44% 今天是主要指数全线红盘开出 真是非常不容易 那再来公布一下 我们今天上午和您互动的话题 您觉得昨天的千古皆亭 究竟是过度恐慌 还是市场上涨的基础不牢呢 欢迎您扫描屏幕上的维码 和我们做互动 并且给您喜欢的主持人和嘉宾 来投一票 好 现在就请出盘面观察员 中和英泰的首席研究员吕长顺 为我们介绍开盘的情况 您好 吕长顺 怎么看今天的这个红盘 好的 我们看到今天早上 然后出现了这种红盘的走势 应该说还是非常的喜人 应该说昨天这种下跌 应该说市场还是有一些恐慌 有一个一步到位的这种嫌疑 所以短期市场将迎来这种超跌的反弹 那么超跌反弹之后 比如说反弹的目标 或者在哪里 首先我们说 经过昨天的下跌之后 留下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跳空缺口 我们说未来的这种本周 应该会考验 或者是会考虑 会回补这个缺口 我们说如果就是本周 或者说昨天的下跌缺口 如果不能回补的话 大家还是要适当的 还是要适当的担心一些 或者小心一些 这个原因和道理在于什么 实际上这个缺口 应该说位置不是特别好 应该说从户指 从2440年以来有一个原始的一个上升趋势线 这个上升趋势线是以一个跳空缺口的方式进行跌破了 这种跌破这就意味着什么 就是说大凡短期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调整的态势 但是这种调整态势可以看作是什么 可以看作从2440到前面的高级 就是3288年以来 反弹以来一个总的一个调整 既然是总的调整 那么短期有可能会出现一个 比如说叫超跌的反弹 超跌反弹如果说不能回补的缺口 我们说非常有可能还会就是进入一个整体 进入一个调整了 这个调整的时间要看 比如说能不能回补这个缺口 当然从技术指标来说 其实目前的调整怎么去看 应该说刚才说了 它是从2440年以来反弹以来一个总的调整 那么可以说从2440一直到328个点 可以看作就是说反弹的这种一浪反弹 那么一浪反弹之后应该说 既然出现了这种跳空式下跌 就或者说这个可以看作什么叫反弹性缺口 或者说已经进入调整态势 调整态势之后 目前的调整可以看作二浪的一种回调 二浪回调理论上或者原则上 应该说不会调整的特别的深 那么调整或者支撑在哪里 基本上或者是调整目标 基本上就是护士在2800点 还有一个向上的跳空缺口 或者说目前至少整体上还有一个 这里还是有一个支撑的 那么从理论上来说 就是说回落之后 应该还会去有可能去回补这个缺口 所以说就是说大家如果说 比如这里出现一个相样的反弹 如果不能回补 就是昨天流量缺口的时候 大家还是要适当的控制一个仓位 这有可能 大方有可能会再次进行一个回落 或者再次进行调整 虽然调整的幅度不一定很深 但是这个时候一些提菜股 我认为还是要适当的小心一点 另外一个 实际上昨天 其实一些蓝筹股 实际上刚刚开始出现了一个小幅的调整 比如说像比如以茅台 或者平安为主的 知道吗 如果他们持续调整的话 有可能 应该说他们对于大盘的指数 还是有一些影响的 另外一点 从过去的经验来说 就是说比如说如果回落 哪里可以低息 一个是刚才我们说的 这种缺口的位置 实际上可以考虑进行低息 再有一个 我们说从过去的经验来看 可以从3288点到240点之间 做一个黄金分割 那么黄金分割位 就是有一个61.8%的黄金分割位 基本上也是在2800点附近 有一个黄金分割位 这里可以考虑一个低息 因为我们说过去说 叫千金斩满牛回头 现在牛已经回头了 这个时候是不是 你还敢不敢买 我觉得这个时候 是考验大家 有投资人信心的时候 个人认为就是说从投资的经验来说 实际上既然出现了这种调整 或者说出现了下跌 这边下跌之后 一般情况下一个牛市也不会说 因为一个比如一个缺口 或者说出现一个现象 出现一个结束 而是看下比如下半年 一个经济 一个是经济的走势 一个是比如说购物业的情况 个人认为从经济的角度来说 可能经济的拐点已经出现 或者说经济底已经出现 这么这个时候 下半年可能还是看一些 业绩的一种走势的情况 另外一个 比如说 或者目前这轮下跌 可以类比过去以往的 比如说可以类比2009年 2009年也是市场 比如说出现一个大的阴线 或者说出现一个长阴 市场的确也进行调整了 但是调整之后 大家去看 就是下半年的时候 很多业绩继续高增长的公司 在下半年 还是继续创反弹的新高了 所以大家不用过去担心 好吧 主持人 谢谢吕长盛的分析 在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您也可以扫描 屏幕上上的维码 参与到交易时间 节目互动当中来 发表弹幕留下您的观点 稍后进入到今天的首席看事 欢迎回来 进入到今天的首席看事 系列节目 变市场看方向 昨天的行情 是让一段时间以来 市场分歧 进一步地加大 究竟应当如何应对 短期市场出现的重挫 又应当如何来判断 市场中长期的方向 那今天呢 我们请到的是 北京九阳润权资本管理中心 董事长兼基金经理胡君成 一起来探讨这样的话题 早上好 胡总 你好 主持人 我们先从昨天这个大跌说起吧 就昨天大跌的这个幅度 其实超过了大多数人的预期 那你认为 昨天的这一次大幅的下跌 是否改变了 本来市场运行的节奏 我认为A股牛市格局并未改变 结果是牛市会依然继续 因为这个从年初以来 我们看到其实长得最好的 还是今年是猪年 本每年大事 二十凶起飞 对吧 是猪肉贵涨得最多 其实我们看到今年是 包括保险股 券商股 还有5G的股票都涨得相当好 所以在这里头 当时现在我们 现在这个回调之后 到现在我们回头再一看 现在很多业绩差的股票 可能冰年退市的一些股票 在 股价的创新低 所以我们看到 一边是结构性牛市 一边是结构性熊市 所以也可以说是冰火两重天 这也是承受市场的一个特征 但是这种的调整下之后 我们认为一些结构性牛市的 个股和行业还会继续展开 但是业绩不像好的公司 或造假的这样的公司 还会继续往下跌 昨天的市场 其实不光是净差股 几乎所有的股票都出现了调整 而且是出现了这种 千股跌停的局面 那你认为这种 千股跌停的局面呢 究竟是说市场过度恐慌当中 也错杀了那些业绩向好的股票 还是说在过去的几个月时间里面 市场整体的涨幅过大了 市场的这个基础并不夯实 我觉得你这个说的非常对 因为像这个 因为从我们从年初的 年初的涨幅来看 户指从2440点涨到3200点附近 这个位置很多个股涨幅巨大 包括像那个 像5G概念股 猪热股涨幅巨大 但是像像其实很多猪热股的 业绩不足以支撑 包括其实我们看到芯片呀 芯片当时预期我们是看好的 但是目前来说 没有业绩支撑的话 就是经过这段 涨幅巨大的情况下 有获利回吐的需要 当然我们说是 五一长江过后之后 有那个贸易战的出现新的情况 所以这个情况正好是 一个获利回吐 加上外面的因素 两者引发共振 所以导致了一个市场 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回调 但是我们认为 这种大幅度的回调 反而恰恰是布局精选 个股的一个大好的时机 对 因为真正好的企业 在这个时候 反而是去买到便宜的 筹码的好时候 那假如说这次调整 意味着未来的市场 将会出现变化 这种变化的核心是 接下来会出现 既优股的结构性行情 而是既差股的 结构性巡市的话 那这里面就涉及到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到底哪些好的品种 在这次八个交易日里面 跌到前期涨幅一半的 这个调整当中 是应该去布局的 我们先从这一轮 牛市的急先锋 这个券商开始说起 那券商在前期的涨幅 整体是比较大的 那大家都说 如果有牛市的话 券商股肯定是先锋了 但是在昨天 基本上全线的券商股 都跌停了 你认为说 这一轮调整之后 对券商股来说 是机会还是什么 我认为还是机会 券商股 券商股是 我们说你相信牛市 你就买券商股 另一个券商股 这次是充分受益 科创版的推出 我们是智能行线的主线 其实很清晰的 你从科创版的概念 从科创版这条 思路去选股票 科创版受益的 有圆区的 对吧 另一个科创版受益的 相关受政策支持的 5G的 芯片的 人工智能的 AI的 包括生物制药的 高通专门制造业的 新材料的 从这里去选股 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当然我们说科创版 包括其实我们科创版 最受益的 包括像头部券商 他们的科创版 包括一些发展 投行 它是很受益的 所以我们看到 券商股 在科创版智能行线里头 是十分受益 当然我们认为 随着科创版上市的 上市的脚步 越来越临近 对券商股的 业绩的估值的提升 也会越来越临近 但是我们看到 今年 其实整个一季度的 券商的业绩增长 超越去年 全年 但是这是有涨幅 还是过大 其实我们看 整个估值是相对合理 但是部分券商股 涨幅已经太大 所以需要回调的需要 但是我们认为 这能回调过后 投不券商 包括真正收益的 科创版这些券商 会分化 会走出来 对 谈到说 这一轮调整过后 市场后面 会不会还有机会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是要去剖析 接下来如果市场还能涨 那上涨推动的逻辑 到底是什么 那回顾过去的 这个春季行情 很多人说是 流动性推动下的 估值修复 这也就出现了 之前的这种现象 也就是 所有的股票都在涨 既优的在涨 但是单纯靠流动性 推动的一些 既差的概念股也在涨 那么如果说夏季 这种结果要 格局要改变的话 那你认为夏季 推动市场上涨的逻辑 会是什么呢 我觉得 主要是靠企业 以内的增长的改善 随着经济期望 期望回升 企业会迎来 以内的改善的观点 我们看到 确实您说的这个现象 是从今年一季度开始 到其实到我们四月份 确实很多机刹股 就是我们看到了 很多有家公司 是因为没有钱买 然后它的公司业绩亏损 但是我们看这种公司 也涨了不少 也要是跟着风来了 风都诸都会起飞 但是我们说这种上涨 是不坚固的 恰恰就是需要 盈利的改善的时候 这种情况上涨 才是坚持的 我们说我们看到了 其实我们看到 食品饮料 白酒行业 对吧 我们看到了像 券商保险 这样的公司 我们看到中国平安 创了2007年 上市以来的最高点 就股价在上涨的时候 它的PE值还在下降 所以这样的上涨 才是理性的 才是有支撑的 这是我们所需要的 一个长期牛市 对 所以我们说 企业盈利的改善的观点 才是我们上涨 一个坚持的基础 所以我们好乐 随着增值税的 增值税减税的政策落地 包括我们设法企业 设法的上涨比例的下调 这种落地会促进 企业盈利进入一个拐点 我认为这些都是驱动 公司业绩上涨的 一个很坚持的基础 这样从而来驱动 股价的上涨 这是讲的主人与狗的关系 价值与价格的关系 好的 那感谢您的分析 我们先上市休息 现在开盘已经有 十多分钟时间了 我们再来问问 我们的机器人小金 旁边最新的变化 你好小金 主持人好 好 那现在大盘怎么样 现在表现最好的是 深圳城值 目前的点位 9037.92点 涨了1.06% 行业方面 涨幅最大的是 白色家电化学制药 生物制品 跌幅最大的是电机 个股方面 目前涨停的有26家 跌停的有58家 其中科隆股份 已经是连续第6个涨停 新STOP 是连续第6个跌停 截止到现在 资金镜流入最多的板块 是家用电器食品 饮料综合 资金镜流出最多的板块 是化工非银金融电子 小金回答完毕 好的 谢谢小金 那我们也再次请出 今天的盘面观察员 中和英泰的 首席研究员吕长盛 让他介绍一下 盘面热点的最新变化 你好 好的 那我们看到了 目前来看 就是上证指数 还有创业板指数 涨幅还是比较小的 另外一个 深城值还是涨幅比较大 那个主要原因 其实大家一起看 就是说最近 实际上就是 比如说昨天的调整 我们说一些蓝筹股 可能昨天才是 刚刚开始下跌 或者说 基本上 昨天才开始出现 一定的调整 那么在之前 实际上比如深城值 为代表的一些小盘股 包括一些概念股 实际上之前 已经出现了20%左右的调整 所以说 就是提财股 实际上提前于大盘 也是进行了一个调整 当然昨天 很多的提财股 还是被打到了跌停板上 但是因为它之前 已经有一个 20%到30%左右的一个调整 再加上昨天调整的时候 实际上很多的工业 比如说工业大麻 建物店家等等 他们出现了什么 叫超跌的一种情况 所以说 它就去看反弹的时候 看涨幅榜上 工业大麻 实际上是最好的 应该说 这个也应该说 从长期来看 可能这个概念 或者说 未来它也会变成业绩 所以说 超跌之后 也会出现这种超跌反弹 另外一个 像昨天这种下跌 就是所有的机构 还是散户也好 实际上 它都是同时套在里边的 这个时候 既然超跌之后 应该说 有一些概念股 或者有一些机构 它会主动的 进行一些自救的动作 所以说 大家去看 一些比如说 题材股 或者概念股 是说 率先进入了一个反弹的走势 也不排除 进行一个自救 当然这里边 也有一些 比如说 还是有一些 业绩的变化 比如说像家用电器 那么家用电器 今天表现的也是非常好 那么家用电器 我们知道 今年有时候 比如对家用电器 会进行一个 比如说 一个补贴等等 所以说 对于家用电器来说 就是说 今年应该说 业绩还是可以保证的 所以说 我认为 这种像家用电器 实际上 说经过了一个调整之后 还是可以进行关注的 当然 目前来说 如果 比如说 但是进入一个调整周期的时候 大家去关注什么 我认为 就是从避险的角度来说 一个是关注消费 另外一个 是关注这种医药 我认为 就是生物医药 包括今年推出这种科创版 也是鼓励一些创新 那么医药 是创新的一个主要的方面 我们去看美国 比如说 纳斯达克 那么说 纳斯达克 比如说 有3000只股票 3000只股票 其中 就是有四分之一 到三分之一 里面 基本上 就是跟生物之药 也相关的一些公司 所以说 就是说 科创版 我认为 对于一些 比如说一些抗癌概念 或者创新药 实际上使用利好 包括这点 包括一些 做创新药的公司 同时还有一些是什么 比如说 对创新药 提供临床服务的这种公司 比如CRO类的 等等 他们对市场 我认为 还是一个利好 所以我认为 大家 就是说 从市场 进入一个 或者震荡周期之后 应该说 大家关注的 从过去的一种 比如说 从年初以来的炒概念 或者说 这种提债股的上涨 会变成一种业绩的上涨 所以业绩上涨之后 大家去关注什么 比如说 公司的这种成长性 或者说 哪些是业绩的真成长 那么从真成长角度来说 当然也是关注一些确定性 相比之下 比较确定性的是什么 比如说 像生物医药 包括一些消费品 当然也包括一些 比如说 进行补贴的这种 比如说 家用电器等等 他们我认为 就是说 从业绩的角度来说 还是比较有确定性的 同时 从根据我们过去的经验来说 就是说 比如说 经过了超级反弹之后 他们后面的 就是看未来的业绩 能不能保持一个 持续的一个高增长 或者说 那么这种高增长 取缔于什么呢 或者说股价 能不能表现 取缔于公司的业绩 那么 根据业绩增长里面 大家就会发现 一些比如说 相对来说 业绩的比如说 一些科技股 包括一些生物医药股 包括一些互联网的公司 他们的业绩 更具有弹性一些 所以大家也能看到 就是说 下半年非常有可能 一些比如说 像这种互联网 包括生物医药 包括一些消费股票 可能会率先于大盘 去创出反弹新高 所以大家去关注什么 或者说从过去的重点 大家去看题材 或者说看一些蓝筹 可能下半年 或者说年终以后 大家去关注一些 公司业绩的变化 所以大家就 或者从投资的观点来说 大家会做 或者投资思路 要做一个改变 当然就是 比方上有一些题材股 大家还是要注意一下 比如说 如果说 比如说主力进行自救的话 我认为 像一些纯概念的 大家还是要适当地 小心一些 这里边 当然也包括一些工业大麻 这里边还是有些概念 好吧 主持人 好的 感谢李长设计 这位盘面的分析 观看我们节目的同时 欢迎您来扫描 屏幕上的维码 参与交易时间的节目互动 发表弹幕留言 稍后继续今天的首席看事 欢迎回来 继续就变市场看方向 我们来和北京九阳润权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的董事长兼基金经理 胡军成 做进一步的交流 刚才谈到了说 怎么判断这一轮调整的性质 接下来我们要更具体地去切入 说这轮市场的调整之后 投资者应该如何应对 首先是对政策的判断 这里面最重要的是货币政策 因为之前上涨 大家认为核心逻辑是流动性的推动 而接下来还有没有行情 其实流动性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那在昨天市场大幅调整一始 也就是昨天的早间 大家就看到说 央行发布了有关于 针对为支持小微 针对小微银行 局部降准的这样一个消息 那么释放的流动性规模 也是相当可观的 那么对接下来的货币政策 您做什么样的判断 货币政策虽然出现 早上有危险的变化 但并不代表货币政策出现变化 因为最近央行也表态过 就是货币政策 我们从未收紧过 也从未放松过 所以货币政策 其实真正我们说要出现 有变化的时候 其实还要观察 跟公司企业的引力情况 和工业的一些增长情况 才能决定 对 这是对货币政策的判断 如果认为后面的货币政策 还是会保持相对于 比较稳健的状况 那从财政政策的角度 我们再去解读的话 大家是不是也要去密切地关注 在今年下半年财政政策 重点投向的一些领域 这个领域是 我们积极看好 像5G 芯片 人工智能 云计算 生物医药 这是我们是积极看好的 因为这个从时代的背景来看 这是都是支持的 然后因为像这种科技创新型企业 肩负着中国经济转型结构 好好实现科技创新社会的 这么一个历史使命 所以像这些企业 我们说其实我们经常回头 你回来就复复盘 发问这些上市公司 其实公司表现涨不得非常好 而且在这段回调的时候 我们也没看到的创新低 而且回调是在 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 对 所以其实在这些 我们是非常非常看好的 而且重点是为了 需要重点布局的一些企业 但是这里面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您刚才谈到的 财政政策重点头像的 也代表中国科技转型 未来发展方向的 比如像5G 像人工智能 现在又面临着一个 他们短期业绩释放不出来 那怎么去看待 他们估值不占优势 和未来被大幅看好 之间的这种落差呢 确实是 这个是 这有用是一个矛盾 所以从这里头 我们又看到 其实企业的估值 它会不像传统的 一些估值方法去估值 我们看到其实相对估值法 我们看到了PB PE 一些估值法 包括我们看到 但是我们就是 做一些互联网企业的估值 比方说我们举例说 像亚马逊 包括像特斯拉 这样的企业的估值 它是用别的估值法去做的 比如说我们要 折线现金流 比方说PS估值法 这样去估值的 这样会对 你才能很好理解 这个企业的成长 它一个初创期成长期 到成熟期 它是不同的 一个不同的阶段 这样给的企业估值是不同的 所以你认为说 市场调整过后 对这一部分的企业 还是应该寻找机会去布局 对这部分企业 去寻找布局 包括我们看到 其实很多公司 包括其实业绩 现金率很好的企业 现金率很好的企业 包括今年一季报 增速也很好 然后其实未来 我们认为为了上半的业绩 也会增速也不错的 这样的企业 也是很好的 其实包括我们 像这个里头有一些 未来像小金属品种 有色 还有一些煤炭企业 其实业力 其实盈利是超预期的 这样的企业 我们认为是有机会的 接下来就要说说 这个科创版 因为今天下半年 整个资本市场面临着 最重要的一件主题 就是这个科创版 那么科创版究竟会带来 什么样的投资机会 以及主板估值方法 审美偏好的相应变化 您怎么看待 去布局科创版的机会 科创版短期推出 会提醒商业企业的估值 但长期会导致估值分化 为什么这么讲 比方从实质的背景来看 我们说还是像高中专门制造业 新材料 生物医药 然后包括云计算 芯片 这些企业都会受科创版的支持 来上市 所以说这个企业上市的 示范效应会提升 我们A股里的 对应上市公司的 一种估值的提升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看到了 像这一段行业上涨的时候 包括在芯片 然后芯片的检测领域 这样的企业都会上涨 这些企业都会上涨 这些企业的顾传板 效应的一种上市的 企业的提升的一种展示 但是随着上了科创版 效应的一种扩容之后 这种标准的细循性 也不再有 所以会导致企业的分化 和核资源下值的下跌 但是科创版我们说 因为会提升企业 会提升企业研究的一种门槛 所以这个过程 我们会加速起 这个股市行业的 一个机构化的进程 当我们从 站在我们现在 这个历史节点来看 科创版会承载着 A股历史变革的一种使命 然后因为科创版 它会用缴头票 在爱之上用缴头票 倒闭社会资源优化配置 使我们的企业 使我们的钱 去直接投向一些 科技创建性的企业 第二点 我们说科创版 会使我们不再错过 一个时代增长的红利 让我们知道 2001年 中国是实现核转制 所以很多像 没有盈利的企业 是不能上市的 再一个 所以我们像BIT企业 都跑到外国上市去了 我们措施这么一个 增长的红利 但是科创版的推出 会使用这样的企业 会上市 这样的话 我们能分享 这个增长的红利 第三点 我们说科创版 会是我们优化企业 直接融资的一个结构 会为我们企业的 直接融资通渠 所以这样的话 科创版 从这三点来看 确实会 会带来很大的效应 而且随着科创版的 推出的话 我们会推行注册制 我们看到 其实从美国 香港 包括像台湾 从世界各地来看 注册制推出 都是伴随经济下行 周期的一个过渡推出 这个事情推出 但是科创版 注册制的推出的时候 都会伴随一顿牛市 我们看到1929年 到1933年 每个股市 1932年 每个股市崩盘 对吧 美国的金融放开领域 管制并不强烈 但是随着 罗斯福新政出现之后 实现了工业的一种 工业的调整 和社会的救济攻击 然后在1933年 推出了注册制 一顿长期牛市 包括在我们说 在香港的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